此视频将向您介绍,纯Windows环境下搭建小雅园的家庭影院服务器,全程图形化界面,操作极其简单。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您的机器已经部署小雅,部署方法请参照我的上一期视频。 那么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一款名叫Cloud Drive的软件,我们用它把小雅挂载到本地。 在Cloud Drive官网,点击主页导航栏右上角的下载按钮。 然后点击最新版的下载链接。 点击后会跳转到GitHub的下载页面。 点击EXE可执行文件链接,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后,打开安装程序,安装软件。 这里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安装位置,如果你的C盘空间足够大的话,可以保持默认。 点击完成后,会弹出浏览器,并打开管理页面。 点击注册按钮,注册一个账号。 输入完成后,点击注册按钮。 接着,使用刚注册的信息登录。 然后点击导航栏右上角的,A按钮。 打开邮箱,找到注册码,然后粘贴到红字下边的文本框。 点击确认按钮。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带感叹号的小人图标。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软件需要注册的目的,就是为了后期收费,不交钱的话,功能是受限的。 如果您的业务比较多,可以考虑付费。 我们关闭这个窗口。 点击小云朵图标,接着选择WebDV。 点击后会弹出登录框,总共有三行需要填写。 第一行是服务器地址,第二行和第三行是认证信息。 服务器地址可以直接复制我们以前部署小亚的网址。 粘贴到第一行,粘贴完后,再在斜杠后边输入DAV即可,千万不要忘记输入。 用户名和密码也在刚刚我们复制网址的小亚首页,我们分别复制粘贴进去即可。 完成后,点击下方的按钮。 然后点击页面logo下方的文件夹图标。 到这里,WebDAV就配置好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浏览文件目录,也可以观看视频。 我们回到首页,点击上方的小电脑图标,把小亚园挂载到本地。 输入你喜欢的名字。 然后点击Select按钮,指定一个盘幅。 点击下方的挂载按钮。 打开资源管理器,我们可以看到挂载成功了。 我们依然可以在这里浏览文件或者观看视频。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这个软件,它的作用是生成软连接文件。 通过它,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媒体服务器的原文件。 点击第一个下载链接,进行下载。 下载完成后,打开它。 点击第一个浏览按钮,选择圆,这里我随便选择一个作为示范。 点击第二个浏览按钮,选择链接存储路径。 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自己喜欢的名字。 其他的地方不用动,然后点击创建软链接按钮。 等待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关闭它了。 这一点要比Docker的方法好得多,完全不占用系统资源。 然后,我们打开Gleafing控制台,添加刚刚建好的软链接源。 刮销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等一会再看。 上个厕所回来,它就刮销好了,播放也是没有问题,我就不掩饰了。 视频中所有提及到的软件下载,链接我都会放到视频简介中。 同时感谢各位大佬的无私奉献,也谢谢各位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为了,访问我第一次看,我们再拍下来。 这样的风际上��를打开!